视线的紧尿大家都明白 但有些天生会近视、老化、远视各种视力疾病 是层出不穷的 肝眼症痛到有时想自杀 我介绍过肝眼症治疗偏方 这个是用热毛巾去敷 是十分有效 医好了我弟弟的肝眼症 他曾经上过自杀 亦介绍过一位中医说改善近视的眼球活动 亦有朋友看了之后他留言 他说他不太相信 不过姑且试试 但他说他现在看手机的视角都清晰了很多 他是有近视 他试用这个运动立即见到有改善 另外一个更加鼓舞的是一个红酒浸洋葱 其中一个成效 就是可以改善你的视力 有位老人家留言给我 是很开心值得跟大家说一说的 他说他今年86岁 他20年前已经老化到要戴650度了 他说那个时候看报纸 他要用放大镜 而且只能看五分钟眼睛就痛了 他听了说 介绍红酒洋葱这个制作的方法 又试试每晚喝小半杯 他说他喝不到两瓶而已 他到现在呢 他可以在电脑之前玩上三四个小时 都OK的 不会说看五分钟就已经眼痛了 他玩三四个小时电脑了 他就告诉我这个很有效的偏方 是帮到他的眼睛 是改善了老化了 这个这么简单的红酒洋葱呢 制作只是将一瓶750cc的红酒 浸三个洋葱去皮 放在阴凉地方浸八至十天左右 然后分开洋葱和红酒 放入冰箱每晚喝小半杯 应该是不多过二十个cc的 他说他喝不够两瓶 他现在的视线已经可以改善到玩电脑 三四个小时都不会痛了 未喝之前 二十年前看报纸放大镜 五分钟眼睛都痛了 可想而知 这个真的有人证明了他的疗效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视线上 老化可以红酒洋葱了 如果你近时真的我以前曾经说过的 改善视力的眼球运动 大家又可以试下做 不止老化近时都可以改善了 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受这个视力上的影响 看不到书、看不到报纸、看不到手机 又玩不到电脑各样现在都得以改善 希望现在大家试下 得到一个好效果的时候 又留言给我 让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们的个案 给大家多点信心 多谢你们收听 再见